拜登在上任第一天签署的一系列行政令中 有一部重头戏 那就是重启美国再次加入巴黎协议的计划 标志着这一届美国政府将会重新加入保护全球环境 关注气候变暖的全球领先者行列 而就在昨日1月27号星期三 这位新任总统再接再厉又签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 并称他们为恢复美国政府的科学诚信和巡政决策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拜登到底打算怎么办 刚刚就任的拜登总统曾将气候变化称为生存危机 拜登在白宫说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知道要做什么 现在要采取行动 在拜登签署三项命令之前 白宫表示 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到2035年实现电力部门无碳污染 并使美国到2050年走上净零经济的无可逆转的道路 根据白宫透露的消息 拜登签署了一项关于科学诚信的备忘录 白宫说 这将保护科学家不受政治干扰 并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思考、研究和发言 为美国人民提供宝贵的信息和见解 此外 拜登还重建了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 这个小组的职位在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固缺的 拜登说 应对气候变化的命令将使这一问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 白宫方面表示 美国将发挥领导作用 大大提升全球对付气候变化的雄心 并补充说 星期三的应对气候变化指令表明需要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全球排放量 同时 在本世纪中叶或更早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以避免世界走向一个危险的可能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轨道 1月20号就职典礼之后不久 拜登除了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2016年巴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之外 还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其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此举充分表明了拜登渴望抑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 遥想五年前 在巴黎气候协议制定期间 克里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然后 特朗普就任后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毅然而然地将美国撤出了巴黎协议 引发了世界各国环境卫生组织哗然 据悉 拜登周三采取的措施 包括暂停在美国联邦政府拥有土地和水域上进行油气开采项目的新租令 并宣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监管措施 他还指示官员们划出更多的自然保护区 并设立白宫办公室 为遭受空气和水污染严重困扰的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服务 此外 拜登还指示政府机构购买无碳污染的电力和清洁零排放的车辆 以创造高薪有工会保护的工作 并刺激清洁能源 拜登正计划在每年4月的地球日 由美国主办一次气候变化峰会 尽管他要求对气候变化予以关注可能获得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 但包括汽车制造商和能源生产商在内的美国主要工业部门 通常都抵触政府以更严格的法规遏制污染 当美国试图限制使用煤炭作为能源 以支持更清洁可再生的燃料时 煤矿开采大洲表达了反对意见 煤矿工人失去工作 社区陷入贫困 国会议员们经常会因为制定和实施进一步的环境控制措施时陷入僵局 而各行业也通常针对已施加的限制提起诉讼 在拜登发表气候变化讲话之前 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代表200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的西部能源联盟 对他发布租赁联邦土地禁令提出诉讼 西部能源联盟主席凯瑟琳·斯卡玛星期三说 法律很明确 总统无权禁止在公共土地上的资源开采禁令 所有美国人都拥有公共土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 国会已经指示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开采 他说 拜登总统不能简单地忽略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效的法律 该联盟争辩说 拜登的行动将导致西部八个州失去58000个工作机会 但实际上拜登在讲话中说 为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进行调整 未来将带来更多工作和高薪就业机会 而不是裁员 当初特朗普带领一众戴着安全帽的能源行业工人 在匹斯堡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之时 全场掌声雷鸣 这种名义的确也反映了 成千上万相关行业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担忧 所以 我们也希望新任总统拜登 在美国重回巴黎协议 治理环境 控制能源开发之时 能够兑现承诺 达到双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